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刘振峰生活频道 今次的风水告诉你,会为大家讲一下乱头到底是怎样看的 我们平时所说的风水,其实是包含在堪余里的一种堪插地理的方法 堪代表天道,余代表地道,天地之种名也 其实古人用逆向反正的方法分析人类和环境的关系 再透过不同方法验证,最后得出协调人和天地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堪余学 而随着时代进步,科学研究和环境的改变,堪余学书也不断改进 成为习了星象,统计学,环境学,心理学,甚至物理学和生物学于一身的学说 堪余主要可以分为乱头和理器两个部分 乱头为有形可见之物,理器则为无形可取之器 有所谓乱头无假,理器无真 乱头可以凭观察上来判断,也有一定的法则 而因为之前我曾经教过大家,怎样找八扎飞升 和简单的,怎样用环境飞升去找你的吉凶 所以今次的片段,我会讲解如何看乱头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堪余学上,很多时候都会利用五行相生相黑的道理 我们有所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而木就是黑土,土就是黑水,水就是黑火,火黑金,金黑木 而其实五行并不是指具体五种单一的事物 即是木不是指木,而是对宇宙间万事万物 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系统论 即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通常,如果河外人会说金木,水,火,土 一般真的原学看风水都会说,因为方便计算 会说木,火,土,金,水 因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本身顺序已经说出了,就是木,火,土,金,水 而这些元素又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东西 东属木,火属蓝,如此类推 另外颜色方面,青红,黄,白,黑五种颜色 亦可以代表五行 大家经常认为水是蓝色 其实水在玄学上代表水的是黑色才对 所以青红,黄,白,黑配合木,火,土,金,水 鸾头方面,其实很多都会和五行相生相克有关 首先我们要了解鸾头分为宅外鸾头和宅内鸾头 宅外鸾头包括所有地势 即是山、水、路、树木 另外屋的高矮结构所向着方向 另外有所谓有情无情 有机会详细说什么是有情无情 向我背我一些民间的禁忌和一些形象 即是我们所谓的枯形学象 统统都会计算在鸾头里面 也就是说除了五行之外 以上种种都会对我们鸾头有影响 今次的影片我们首先讲了外鸾头里面 一些有关山和水的东西 水龙经有说 未看山时先看水 有山无水幽沉地 水非走则生气散 水溶住则内气聚 即是说看地运最重要 要看水 有山无水找来都没用 在现代城市里面 未必那么多地方会有水 水就包括河、湖和海 但我们就发现到 其实路和河是相通的 什么为之路呢? 首先我们要解定 马路多车行的是主要 行人路影响没那么大 河和路是同一看法 所以我们就会以下这些特别的链头 例如第一 住宅不适宜建在十字路口旁边 什么叫十字路口旁边 如果在前面纯粹有一条马路 是不算的 我们要怎样先计 就是说 好像我左边的图一样 大厦在正正 在十字路口位 即是说 同时会有两条马路 靠着你栋楼 先上十字路口位 这些位通常煞气大 如果刚好你的门口向正 那些车是冲向十字路口方向 我们叫做去财水 即是说 住在这里 或者做生意的话 都会聚不到财 如果相反 是路走进来你的门口 我们就叫煞气大 这些楼可以做生意 住就不好了 因为煞气太大 另一样 另一样 就在丁字路口 什么叫丁字路口 大家看看 右边这幅图 会发现 正正 马路对着 就有一间屋 正正 十字路口 就对着一间屋 即是说 车到这里 车到这里 会转弯 但是煞气就会冲进屋 这个位置 如果冲进来的话 煞气大 但是有气到 可以做生意 但是 做住宅就不适合了 之前我看过一些住宅单位的风水 住宅都会说 刚刚那里的大厦 刚刚有路对正去门口 住宅就说 管理员 常常会病 又常常会换 管理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冲正这个位 门口就在正正这里 然后对着坐 管理员的桌就是这里 看正的路口 冲到正正正 但是住客本身没什么影响 因为住比较高的层数 所以 盯着路口 路冲的话 最大影响 都是地下一两层 或者最多都是去到三楼 再高层一点 其实没什么影响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另一样 住宅不适合建在挖头行 即死行 什么是挖头行 就是说 那些车进去到尽头 就是你家屋的时候 那些车是没办法穿过去 或者在其他地方 一定要掉头出回来 我们叫挖头行 这里我叫阴阳不跳和 尤其是 如果你看我这张照片 是上斜的 那些气基本上是不到 进不去挖头行 这个位置 我们叫武器道 是一个阴地 非常阴 这些地方住 是绝对不适宜 阴气太重 不黄丁 不过做生意的话 都还有得够 什么是有得够呢 做一些特别的生意 别人会因为你而走来的生意 不要靠普通街客 例如做一些特别的食肆 例如做法国菜 人家订位才来吃 这样就会好些 或者买一些特别的东西 周围没有的 这样就可能会好些 另一样 住宅外面有天桥 这个跟路没有不关 不过就是天桥 通常城市里面有很多这种情况 这些位置 大门长期不见天日 很阴阴沉沉的 因为被天桥挡住了日光 长期暗沉沉 都是属于阴阳不跳 都是属于阴地的一种 通常我发现这种店铺 比较适宜做饮食业 有明火煮食的生意会比较好 其他生意通常都不太行 住的话 阴气太重 不过如果住宅 高过天桥一定的层数 就会好些 一会会说天桥有什么影响 所以要住高些层数 接着广 接着我们讲一下 在家面前有河流 就是环壮 我们怎么看呢 就算香港这些城市 都会有河流 一样会有这种情况 尤其村屋更多 这种情况 如果河流距离你比较远 最少距离家门口 最少5米以上 我们才叫环抱有情 是好的 即是水流令到这家屋的风水 会比较好 但除了这些 要留意回 看回当时的运势 是哪变山哪变水 比如去到2024 九韵的时候 南山北水的话 如果这条河在北边 就非常之好 还抱有情 加上北水 不单止旺财 旺埋丁 但是如果水流 非常近你的家屋 即是河 一出门口 基本上一米两米 就已经到河 我们叫做链刀割脚 或者又叫做戒脚水 戒脚水是直的路 就是戒脚水 即是有时在楼很明显 一下来就是马路 你可能闯一米 即是两个人走 都要避开那些 就是戒脚水 煞气大 对健康不好 影响一屋 通常我发现 都是影响到一到三楼 但如果你住的是平房 即是住居住 整个屋都会被它影响到 要特别留意 另一样 如果 刚才我们说到天桥 如果天桥对正 天桥对屋 一定不是对地下几层 起码是对三四楼 整个环形 譬如我右边的照片 其实这个很近 一条走路多些 已经是 太近的 叫做链刀剎 杀气非常大 加上车行有声音污染 有废气 有光 即是说齐晒 我们叫做声杀 光杀 气杀 全部齐晒 对正 天桥那些几层的单位 杀气都非常大 影响健康 以及看好方位 影响你家里哪个人都可以看到 万事万灵 我很多时候看到 见到天桥对正屋都中的 大家如果留意 你看到天桥 真是尽快搬 我发现摆阵都不太能挡 讲完一些例子 讲一下 其实人造 链头 是行不行的 我们看回 中国 紫禁城里面 五门 和太和门之间 有公形的金水河 还抱 另外在护城河上 还有五座丹孔 用白玉即白石 雕夺的内金水桥 因为白玉 五行属金 取其金生丽水之二 所以名字叫金水桥 就好像拉弓射五之箭 透过五门 为什么叫五门 因为方位 就是刚刚向着五这个方向 什么叫五呢 就是南面 即向南门 五个大门的方向射出去 就好像象征拱户皇帝的意思 也代表了仁义礼智信德 达以天下的寓意 不过 虽然它这个建得很漂亮 但是留意一下 始终水运都会有改方向的时候 万一走到那年 你的水运是败水的话 就会很大影响 皇帝也保不住了 这个其中一个实例 人们如何自己建一个链头出来 非常大规模才能做到 香港都有的 某些大厦的发展商系 外面有些行人天桥 故意在弯弯弯弯 这叫九曲来水 是旺材的 如果香港在中环 就留意哪些天桥是弯弯弯弯 好了 刚才说了弓箭 弓箭的河 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你家里 门前的河 路 或者天桥 是一个圆形向着你的状态 好像我这一幅图画 叫突我找不到 那么安全的照片 我用这个圖画代替 我们叫向外反 那个弓形 我们叫反弓 是就是地上的 扫勾 用箭射住你 这个对得最正的单位 一样,煞气很大 除了刚才说的有光煞和清煞之外 本身特别对健康和学业很大影响 尤其是看方位和对正哪几个房 这个可以搬房暂时避一避 长远都是提议你搬房子 接着我们说穿深煞 什么叫穿深煞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日本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地标 就是有天桥或地铁穿过里洞建筑 中间走过去 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屋 我记忆中曾经有天桥穿过大厦或商场里面 这样的问题 煞气大主要是影响在旁边的住宅或商户 商户更好些 因为商户可以利用这个煞气 所谓要快法就斗三煞 斗煞气都可以 斗了它你会聚财 增加你的生意 但是也会影响健康 所以你不要在这些店铺睡觉 住宅的话更加不好 因为一定会影响健康 尤其是这样的 基本上你成交都给它 全屋人都会被它影响到 要特别留意 香港我好像暂时都不太觉有这种楼 但如果有 你就留言告诉我 在哪里看看是否 这种不太好 就是那种楼 那种楼 一样 很多时候大家选择都不必留意 因为有一个名堂,帮你凝聚了气 这有什么问题呢?一开门,你屋里的气全部走出去 你也是要洩了你的气,影响到你的财运 你要留意一下,如果你自己建屋,建屋,建屋 建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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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屋 建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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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屋 建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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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屋 建屋参至多更多地篡 首先认建屋,岂过山岁半山岁,不要住山岁 建房子不適宜在山頂的地方住,這些地方建的房子叫沽風獨耸,吳王丁,尤其是香港有這些房子 搬進去後,一般很難生到小朋友,住後這麼難去,這麼偏遠的地方,朋友都少一些,所以叫沽風獨耸 另一樣,居住的話也不要選盤地,盤地就是四面都橫山,盤地在裏面 盤地的話,陰氣一般比較重,因為聚陰,尤其是在盤地山極的出口,即是山極,你的屋子在正正這個位置 整個盤地的氣都會穿過你這間屋走出去,這些位置陰氣特別重,亦煞氣特別重,所以一定要避免選屋的時候 另外,住宅門窗就不宜對著亂石,什麼叫亂石呢?好像我這張照片一樣,山上光滔滔的很多石頭在裏面 通常如果對的位置看方向,主要方向的人容易會有皮膚病 通常屋屋的話,屋子才會是大門對正的,如果成了建築的話,通常窗口誰對著就看方位 那間房是誰住,以及那個方位是屬於指向誰人的,就比較容易有皮膚病 大家留意,這個比較容易可以化殺的,看方向就可以了 另外一樣,住宅不適宜,中高獨矮,即是和剛才在這個盤地的意思一樣 旁邊,好像我右邊的屋上,全部屋都是很高的 唯獨是,你零零丁丁丁,塌進去,一樣聚陰這些屋,不佳的 還有你會被人遮住陽光,不見天日,尤其是高樓大廈比山谷影響更大 遮得更厲害,長年陰陰沉沉,陰氣非常重 另外一樣,仲矮獨高,好像左邊這幅圖,特別升起了一層樓中間 这就是众矮独高,一样都是沽风独耸,不利人丁,不利健康 但如果像旁边,一排都是高的,就好一些,不只是你自己一个 这样就拉高了大家,对你的影响会小一点 因为这个特别高出来,旁边没东西党,全部杀气都会坏 尤其是榴莲飞升里面,我发现越是高的层数,飞升对你的影响是特别大 尤其是这些旁边没其他人,只是你,你就中了 接着我们讲一下城市里面,特别容易出现的杀气 第一个,天斩杀,即是你住宅会对着大厦和大厦间间的间隙 两栋大厦高度越高,甲缝越小,距离越近,杀气越强 通常这种杀气,中间是不会有马路的,直接在屋苑里面对着才大 你看到我右边这幅照片,两座很高的建筑,通过杀气后,后面这层楼正正就是天斩杀 通常这些位置在屋苑里面不会太远 还有,如果有几段屋苑才到你,一个长长的天斩杀才到你,冲得特别型 这是杀气,看天斩杀所属的方位,就计算到他的杀气是属于五行里面的什么 要去化解,如果你发现这样,不妨告诉我,要光顾师傅看风水 另一样,叫做角杀,就是说你的住宅对着人家的大厦的角位 角越尖,距离越近,杀气越强 你可能会说,师傅,通常都是九十度,角越尖,看得很少 我怀疑这里是一个主力柱,然后里面是一个屋,建得很古怪,建了一个三角对着人家 让一个角对着你的屋,通常屋苑里面会出现 哪些屋苑呢?你会发现,尤其是一般旧式的楼,或者在街上建的楼,是整整齐齐平排的 但是在大型屋苑里面,虽然是十字形,尤其是Y型的最坏 因为它排完之后,它都会扭歪了 譬如,我这幅相片里面,它这条边,其实是一个角来的 九十度的角,就会对正这栋大厦的这一个单位 这一座单位,全部都会中了角杀 第一,看看你房间哪个屋,看看方位是属于哪个屋子成员的方位 因为每个方位其实代表不同的屋子成员,两样中了,特别厉害 加上,如果个人本身去时运,大运,比较差的时期 撞正这些屋,就种得比较硬 但如果你的屋子是这样,都要留意 好,接着讲下探头杀 就是在住宅那里,对着前面一棵屋,后面无端端有一棵屋,零零丁丁 好像有个人在头,偷看你一样,这叫探头杀 探头杀主要是心理的影响,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有些望出窗 纳一纳眼,好像有个人在偷看你,装着你,有些心理有影响 尤其是对小朋友的影响比较大 如果家里有这个,简单解决 例如小朋友房对正这个,下窗帘,不要让他看到,就能解决 另外一样,如果住宅的门窗,对着枯树或电灯柱 我们叫圆针杀,这叫阴气比较重 有些人问,师傅,电灯柱不是属火吗? 但其实我们叫圆针杀,因为你见不到电灯柱的火 所以都是属于阴气重 而什么叫属火呢?就是说,如果你的枪对着尖塔 好像我右边图,这个是上海的不知什么塔 或者对着尖瑞的大楼,什么叫尖瑞的大楼呢? 就是我左边的图,有些楼就建得很古怪的,顶上是尖巴勒 整个插你的锥,这叫火气重 尖的东西在玄壳上来说属于火杀 要看你的方位 因为如果它本身是一个水的方位,就是北边的话 反而问题不太大 或者刚巧对正你那年的文昌位,还会旺你文昌 但是如果它本身在南方或者东方,东属木,木就生火,再旺些火 或者南方本身是火,加上火就很热了 那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刚巧走正你自己本身 或者你本身大厦的宅运不好的时候 有一个火灼,平时都会煞气大 容易一些和炎热有关的病会发生的 通常是皮肤病那类的,或者cancer都会有的 那就要特别留意了 另外,住宅不适合对住,寺院妙语教堂 这些都是规类做属于妙语 俗语有个叫妙前贫,妙后沽,大妙左右出寡库 为什么呢?其实是俗语而已,暂时我都未有这些案例 如果有些案例或者大家在家是这样的 不妨在留言留言告诉我 让我看看为什么 根据估计,因为这些楼庙通常有很多角的 教堂有十字架对着你 如果你不信教的话 就有一种心理的压力形成 容易影响到你压力大的 另外,消防局,警局,医院都是不适宜的 消防局,警局因为煞气比较重 警局煞气大 消防局现在是好些 因为以前消防局通常是红色 等于火煞一样,整间红当当 还有红痘痘的男子汉在里面做消防员 阳气很重 也令火气比较大 令到你家屋的方位容易有火煞的出现 医院当然是病气 和医院通常出入的人都比较不高兴 影响到那里的地运 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些很近的话 也要避免 今次讲外联头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之后还有其他关于联头的 大家留意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迹阴德五读书 后面六七那些是硬作出来的 可以不理 很多时候你会说 那师父我们怎样可以改变自己 生活好些命运好些 其实命 你看到我这个浮兵 我拿别人的心理学的浮兵图 这些是潜意识 其实一样,运气上 命是最底层 不可控的 天生无法控制 出生时辰,父母组任 决定了你的命 运就是机遇,不可以直接控制 但是来到的时候 要靠你把握 所谓的机会是由有准备的人 有信念的人 运会受命影响 同样运也会受到风水的影响 其实什么叫风水呢? 是四周的环境 可以控制,可以人为改变 风水不单指说环境 那么简单,其实包括人缘 和对视的态度都关系 会影响到你的运 另外,职音德 就是所谓行善不作恶 因为我们相信 因果报应 你做了坏事,始终会有报应 就是你弄到人,人家始终会报仇 或者不开心,在其他上面 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报复 这件事都会间接影响你的运 即是说,命运里的运 其实受很多影响 而读书就是增长你的知识 即是说,你有能力 可以当有机会的时候 把握到 即是说,可能人家刚巧要聘医 医生,但你本身不是读医 那你就不能做 所以,读书也很重要 命,改变不了 运是机会 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风水 即音德 和读书 就是我们的可控因素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like,share 和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 选择全部订阅 这样我们一有新片 就会通知你了 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 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说 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 也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大家